美国卫生部长艾萨访团 坐车在警车开道之下 离开饭店前往总统府 进出全彩团进团出 不只全程戴口罩 也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美国卫生部长艾萨团将参访CDC 目前可以看到工作人员 已经加招上红外线感测仪 他们抵达之后 这四台电梯都会进行管制 直接搭电梯上楼 避免人群接触 CDC底里外外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不只视线已经进行整栋大楼消毒 就连厕所门都换过 包括访团所有动静路线 事前事后都会进行全面消毒 确保防疫不能出现漏洞 艾萨在推特发文 说访团已经抵达台北 我们的代表团下飞机 全程戴了口罩 全团裁剪阴性 专业医师评估 美国访团防疫工作很到位 从公布的措施来看 已经相当严格了 他们全程戴口罩 同时他们有专用的电梯 专用的车子 他们跟一般的民众 其实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接触 大概基本上要传染这个病毒 已经相当困难了 陆媒报道确实狂酸 不该来的还是来了 还有中国网友说是川普 派人送病毒来台湾 IP见不得台美关系 再往前迈进 相关发言太玻璃心 不是台湾拼外交的时候 防疫也要求到位 三十分拍照 马月管台北报道